我先说一下,就是关于那个上次,因为说饱满这件事情,我就说到这个上海人的事情, 我看有一些人评论,觉得我把上海人可能,因为我的粉丝里面也有不少上海人, 所以我希望大家不要,可能也是我确实不应该这种地狱歧视, 这可能是我的不对,是这样子,我自己小的时候,因为我是住在北京, 我是在北京长大,但是上海有很多亲戚,我的外婆也在上海, 然后还有些我妈妈的家里的人,我爸爸家里人,他们兄弟姐妹都在上海, 所以我们每一年夏天都会到上海去,有的时候中间也去,反正就是数完价就会到上海去, 我其实很小的时候我就发现上海有一个问题,就是说我在上海, 如果我要出门去买东西,我就发现我最好得用上海话, 我特别小的时候就注意到这个问题,我就发现别的地方没有这个问题, 哪怕是无锡,因为我爷爷住在无锡,所以我其实去到上海之前会先到无锡去, 我们家一般来讲,我在无锡停几天,然后再到上海去, 我在无锡就没有这个问题,就是说我就不一定就非要说无锡话, 我也不太会讲无锡话,无锡话跟上海话差不多了, 但是无锡有一定的他的那个,还是不太一样, 能听懂,两个你都能听懂,他还是很像的,但是无锡话还是有点不一样, 总之反正我就说,我就觉得在无锡我就讲普通话就可以, 但是我到上海我就发现我就是得说上海话, 你想我那么小,一个人小的时候他就比较能够注意观察周围的大人的情况, 他并不是说能说得出道理来,但是呢, 这个周围的情况他要特别快的,要能够适应, 我就想说我就觉得,那我肯定就是观察到了人家对你的态度不一样嘛, 你要说上海话,人家对你的态度会是不一样的, 这就是我的感觉,不过啊,坦白的讲,客观的讲, 上海这些年好很多,我最近几次去,我都觉得上海, 一个呢,确实也是外地人多了很多, 然后很多人也确实,各种场地,说普通话的人也确实很多, 包括我上海的同学,他们都是上海人, 我们见了面也都是讲上海话的,也都是讲普通话的, 所以我觉得上海,也确实是看人, 也确实是看那个,上海那种不归不亢的, 挺有民族气质的人也有的是啦,那肯定是啦, 所以如果说上海都是洋奴,肯定是不对的, 我这么说肯定是不对的,我也没有这么说了, 我后来也说了,我说不是所有的上海人, 所以我希望我的本事不要, 如果你觉得我说的什么不对的话, 那我就说我道歉一下, 我不是说要歧视所有的上海人, 我只能说上海人可能比例高一点, 这不奇怪,上海从解放前就是对外比较多嘛, 对外接触比较多, 然后解放前的时候,中国也确实是, 确实是弱嘛,对不对, 总之呢我这日就说一下, 因为我看到有一些评论啊, 然后自己想的也觉得是啊, 这种地域其实我自己也不主张, 所以, 先说一下这个卡尔森啊, 这个卡尔森, 福克斯的这金牌的主持人, 他的礼拜一被解雇, 然后我礼拜二早上的时候聊了一下, 然后昨天和那个前天下午又出来一些新的信息, 信息里头没有一个正式的说他到底为什么被解雇, 福克斯电视台也没有说他自己呢也出来了, 但是他也没有说为什么, 只是呢有很多人就是说把他最近的一些东西给理了一下, 我觉得也有一些道理哈, 一个呢是他十天前采访川普, 就是我在我频道上放了, 那个放了一段, 他那里头评论什么金正恩啊, 评论我们国家领导人啊, 那个评论大大, 评论普京啊什么的那个, 那个而且看的人很多啊, 在我那个频道上, 就是那个采访大约是十天前, 他去采访川普, 然后六天前, 大概是六天前吧, 他采访的是那个小罗伯特肯尼迪, 就是刚刚宣布要, 要要竞选, 要代表美, 就是民主党去竞选总统的这个人, 那他等于是直接去挑战拜登的了, 小罗伯特肯尼迪, 他六天前, 六天前这个哈克卡尔森刚去采访过他, 然后呢大概就是三四天前, 就等于是在他在被解雇之前几天, 他有聊到疫苗的问题, 现在这儿吧, 对疫苗争论很大的就是这个mRNA的疫苗, 不是那种传统的那种灭活疫苗, 就是mRNA这个疫苗, 现在很多人认为它有问题, 主要就是年轻男性当中的心肌炎的人很多, 就这种忽然之间就倒地就死了, 就这种情况, 就是这种明显的在增加了, 那很多人就认为这个跟疫苗有关系, 那怎么说呢, 这个疫苗也确实是一个新的技术, 它要是新的技术呢, 就是有它不成熟的地方, 而且它这么快, 传统的疫苗啊, 从你开始弄一直到最后临床什么, 最后结束弄到市场上, 怎么也得十年, 它这个两年就出来了, 确实是加速了好多, 这个其实是川普的问题, 他说那种他叫red tape, 红色的丝带, 那红色的丝带就给你贴上去, 或者叫红色胶条吧, 给你贴上去的意思, 就是你先别往下走了, 我们这要多查一查, 它代表的意思就是这个, 他说我把这些红色的胶条我都给撕了, 那个意思就是你们就往前走吧, 我给你开门, 对吧, 你就放心动吧, 他是为这件事情他还挺骄傲的, 但是你这么做的结果, 那些红色的那些袋放在那里, 你这步不能这么走, 这步要慢慢来怎么着, 它是有一定的道理的, 他们甚至为了让这个东西, 这个mRNA的这个东西成为疫苗, 他把疫苗的那个定义都给改了一下, 那个, 就是说他就是为了给他开绿灯, 让他快点把这个投入市场, 确实我是觉得做的有点太快了, 就主要是这是一个比较新的技术吧, 那到底这个男性年轻的, 所谓年轻的男性大约就是20岁到45岁吧, 大概就这个之间的男性, 连我周围的人都有一个人, 是一个孩子的家长, 但是他不能算太年轻了, 他大概有50岁了, 他去参加那个童子军的野外的活动, 而且那天他儿子还不在, 但是他以前他儿子每次都参加, 那次他儿子有事, 但他挺愿意去的, 就一块去了, 结果就忽然之间在那个山上就, 就忽然之间人就倒在地上, 然后等到, 他因为在山上嘛, 还不是特别容易那个上去啊, 最后是直升飞机什么的, 给他弄进来, 不行了已经, 到医院肯定是不行了, 这个人他没有什么心脏病史啊, 什么这个中风啊, 你想吧, 他经常喜欢爬山什么的, 就挺喜欢运动的一个人, 所以这个事情我就觉得, 他当时出这个事情, 就好几个人就说, 这跟疫苗有没有关系啊, 什么的, 反正就是这个事情现在挺有争论的, 然后这个Turker Carson就在聊这件事情, 而且甚至是连那个CDC上面也在说这个事情, 就是说现在这件事情在调查, 数据值得注意, 就都没有说是, 这是活儿八道, 这完全没边儿的事情, CDC自己都承认的事情, 所以Turker Carson就聊到这个事情, 但这个呢, 又是一个大的禁忌, 这个因为辉瑞是福克斯的一个大的, 赞助商, 我还, 而且刚刚看到哈, 百分之就是, 这种大的媒体公司的赞助商, 广告商哈, 75%居然都是医药公司, 可见医药公司他们对于言论的这个控制有多大, 因为他给钱嘛, 对不对, 那他其实已经, 辉瑞原来是资助Turker Carson这个节目的, 但是他已经撤销了对他们资助了, 也就是这也不是他头一次聊这件事情了, 但是他等于又在说这件事情, 总之呢, 你看他这么几个采访下来, 他得罪的人挺多的, 因为讨厌川普的人很多, 讨厌阿尔就是那个小罗斯, 小这个罗伯特肯尼迪的人也很多, 因为这些人都是属于, 反对这个军工复合体, 反对深层国家的这些人, 他们连着去采访他们, 然后这个疫苗的问题, 得罪的又是医药公司, 这是一个大的金主, 对他得罪的人太多了, 也就是说他被下架, 就是他是属于, 就是他那个下线了他的节目, 这个好像应该不是特别意外的事情, 他能维持这么长时间的, 应该已经不错了, 就是很重要的, 就是说那个接下来这个大选, 小罗伯特肯尼迪加上川普, 都是属于被主流, 被这个深层国家不待机的, 就是现有的精英阶层, 都不想看到这两个人的, 如果他的平台, 他是一个很有影响的一个平台, 给他们俩人经常提供一些, 这个发表言论的地方的话呢, 这个对大选一定是会有影响, 所以这肯定也是有关系的, 那么就是说, 具体的也不用再去追究, 到底是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棵草, 到底是哪一个, 但是, 可是呢, 与此同时呢, 又有这么一个说法, 就是说, 莫多克的儿子, 其实还在跟他谈延期的事情, 他的那个合同是, 还有18个月到期, 那么就是接下去要延期, 就说呢, 莫多特的儿子在哪跟他讨论, 要把他这个合同延期到2029年, 再说这件事情, 那么也就是说, 一开始的时候, 也就是最近的事情, 他们在讨论这件事情, 但忽然之间不知道什么事情发生, 一周一就跟他说, 不让他再做了, 就是这个还是有一点奇怪的, 到底是某一件事情上, 老莫多特特特别的不开心了, 还是怎么着, 然后就在这个董事会里头, 就决定了这事, 这个还是不清楚, 但是应该不是某一件事情, 应该是, 可能就是老莫多克, 可能对他不满意, 可能不是一天两天了, 就我说的, 糟老头子可能看谁都不顺眼, 然后他周围的人也跟他说, 那些经营阶层也跟他说, 这个人怎么怎么危险, 怎么怎么知道, 他还反对疫苗什么什么, 他可能怎么知道了吧, 这个就不知道了, 有一点奇怪的是什么, 他不是离他那个到期, 合同到期还有18个月吗, 他这个18个月现在有传统来说, 这18个月当中, 他是不可以说话的,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他们那合同是到18个月以后到期, 大约就是明年的10月份, 那么这18个月当中, 只要福克斯一直付他的工资, 他的工资是多少, 160万美元一个月, 他的工资也是够高, 那只要福克斯在付他工资, 他就没有算作被解雇, 没有算作被解雇的话, 福克斯说我不让你主持节目, 你去干别的, 你就给我在这边喝茶, 按说的话, 也不能算是违反他们的合同, 合同就是说我雇佣你, 是不是这意思啊, 这个具体的我们就不清楚了, 但是现在有这么一个说法, 就是福克斯有可能要履行他的合同, 一直到明年10月份, 那明年11月5号是大选, 也就是说基本上, 当他大选之前不让他出身了, 每个月就付给他160万, 当然从头来讲也挺舒服的, 音乐什么也不用看, 每个月进拿160万, 但是呢就有人说呢, 他可能不乐意, 像他这样的人可能并不是特别在乎钱吧, 他可能还是想要发声或怎么样, 所以就看他合同是怎么写的了, 还有看他的律师能力怎么样了, 对不对, 就是你看得出来啊, 他这个说法是有一定道理, 因为他自己昨天有在推特还是什么上的, 他说了几句, 但他一个字都没有提他被解雇这件事情, 他就只说, 说我这两天休息了一下, 有时间看看别的频道啊什么的, 他说我觉得那些频道上的那些辩论啊, 很无聊, 他就说了这么一句, 他就评论一下别家的, 一个字也没有提他自己的这件事情, 那是有可能他这个合同里头, 而且可能写清楚他对他合同的这个具体的事情什么的, 都不能对外什么的, 都有可能, 甚至也有可能就是这个18个月还没有到期的时候, 他仍然在作为福克斯的雇员的话, 那福克斯的雇员本身也都有签这种保密协议的, 所以他也就不能, 就涉及到公司的事情, 他不能对外随便说, 可能都有关系, 这个呢现在就不知道了, 那接下去就是很有这种可能, 就是说到2024年之前, 他没有什么在说话的这个权利了, 都有可能, 这个现在不知道啊, 主要这件事情弄的比较大的原因吧, 他是属于主流媒体里面最后一个了, 就最后一个还说点实话的一个人, 就主要是这样, 把他给铲除了呢, 那就主流媒体基本上就没有人说实话了, 就没有一个可看的节目了, 福克斯的这件事情一定会损失很大的, 虽然说医药公司, 像辉瑞什么的, 没有在资助他的节目, 但是也有别的公司在给他的那个节目有广告, 他有广告费他还是有的, 而且像他这种节目啊, 他都有一种那种叫做外溢的效益, 什么意思呢, 他是八点到九点, 那有的观众可能看完他这个节目就接往下看了, 就不换台了, 他下面的九点以后的节目可能也有人看, 还有就是他这是有限电视, 福克斯是有限电视, 有限电视你要付钱的, 你付钱, 很多人付钱纯粹是为了看他, 那现在他这个节目没了, 那人家我前一阵还在那想说我要不要付钱就是为了看他, 因为我觉得他的节目有些地方还挺有意思的, 行了, 我现在也不用考虑这问题了, 因为他就别的福克斯的节目, 别的节目真的没什么好看的, 要是付钱, 如果是我的话, 我要付钱就是给他, 就是要去看他, 现在就你这么看来的话, 那我就觉得其实对福克斯的伤害其实挺大的, 他一定会损失掉不少的这个, 就是这种定期付钱的这种客户的, 然后你要是赞助商的话, 虽然说别的节目他不去得罪什么辉瑞啊, 那些医药公司什么的, 但是你要是看的人少, 你不是广告费还是没有吗, 对不对, 毕竟你看的人多的话, 总有人会愿意出广告费的, 你医药公司不肯, 别的公司可能出的钱没有医药公司那么多, 但是你总还是能找到别的, 对不对, 你有那么多的观众的话, 那肯来做广告的人一定是有的, 你就少挣点吧, 应该是, 医药公司给的多呀, 可见医药公司他就是通过他自己的这个, 财政的能力来控制这些言论, 就这个看来, 从这件事情上你其实可以看出来是怎么回事, 这个卡尔森那件事情就是这样, 那我们这些地方还看吗, 我只是觉得, 我只挺没想到, 我知道他工资很高了, 但是没想到他是160万一个月, 结论18个月如果他不出事的话, 有可能就是他那合同可能就是这么写的, 结论190万